5. 追求时候的性质总要比享用时候的性质浓烈。 一艘青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, 多么像一个娇妖的少年, 给那轻狂的疯儿爱抚揉抱可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, 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,船帆也变成了百节的拓纳。 他有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, 给那轻狂的疯儿似义西零莎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。 莎士比亚,一个本领超群的人, 必须在一群竞敌之前, 成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。 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。 名誉是一个的外貌, 莎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。 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清如纸水的神器, 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。 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生存,思想渊博。 他们的神器之间,好像说:"我的说话都是轮音天语。 我,要是一张开嘴唇来。 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。 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, 博得了智慧的名声。 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。 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, 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。 莎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, 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。 莎士比亚凭着日规上前思的阴影。 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更古。 莎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。 莎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德。 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血。 莎士比亚本来无望的事。 大胆成事,往往能成功。 莎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奴隶。 生命是时间的弄。 然莎士比亚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金泥。 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功鼎足美味的鱼。 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。 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。 莎士比亚。 莎士比亚一个是性子的女人。 就像翻腾的灼水。 纵使口干舌燥,也不愿错饮一口。 莎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。 莎士比亚。 莎士比亚,无论男人女人。 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。 谁偷窃我的钱? 能? 不过偷窃倒有一些废物。 一些虚无的患者。 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。 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。 可是谁偷了我的名誉去? 那么他,虽然并不因此而不足。 我,却因为失去他,而成为赤品了。 莎士比亚,不要诬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。 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。 莎士比亚,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。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。 上天生下我们,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。 不是照亮自己。 而是普照世界。 因为我们的德行, 唐不能推其他人。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。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。 莎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,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。 莎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,总有一天告一段落,或者逐渐恢复原状。 莎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。 智慧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 莎士比亚爱情理念,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。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。 莎士比亚宁愿做一朵遗下的月花,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悔。 与其逢迎欠美,偷取别人的欢欣,无名被众人所避弃。 莎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。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,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融入。 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,在身受时化作甜蜜。 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视作地狱。 一辈子鸡争额痘,不得安生,相反的,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。 就能百年协和,幸福无穷。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。 可是,不要过分狭逆。 莎士比亚,如果一年到头如下, 再次会诶尬,别国家天国人并浓意的一切十分钟。